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着我 尝遍所有美食 碗片所有国家 姚舜 姚舜 欢迎大家来到98新闻台FM98.1 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姚舜 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跟大家聊台湾的吃 那么最近时报出版出了一本新的书 叫《深夜的思长时光》 寻找舌尖疗愈和埋藏味蕾的记忆片刻 这个编辑花了很多时间在那边 《深夜的思长时光》 寻找舌尖疗愈和埋藏味蕾的记忆片刻 作者杨子慧 以前还做过教科书的编辑 还有报纸的旅游美食记者 现在是新传媒的采访编辑 那么当然了 就喜欢吃和玩乐 通常都是这样的 而且一定都是女生 男生为了家庭 背负很多的子 没有了 开玩笑 我们今天把他请到现场来 跟我们来聊他出的这本新书 《深夜的思长时光》 子慧好 姚大哥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开始五分钟自我介绍 好 开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刚姚大哥有先帮我介绍了一下 那的确本人也非常喜欢吃和玩乐 那跟姚大哥一样 我们的工作就是那个相机先吃饭 然后人才可以吃 那刚刚跟姚大哥聊到 他觉得我这本书里面的照片 可能还需要加强 那待会就是之后 可能要跟姚大哥请议一下 对 因为其实这一本 我都说这本书 不能说是一本美食书 而是一个随笔一个心情记录 日记 对 是一本心情日记 吃食日记 对 因为我的人生都是充满了吃 可能别人有其他的 你不像 你那么瘦 谢谢 你真的不像 我努力维持 而且最近有去骑车或游泳吗 对 没有 其实去野餐 所以还是吃 被晒红了 对 所以就是晒红的猪五花来 不错不错 是 那其实因为我本身是念中文系的 对于文字有一些蛮热爱的 对 蛮热爱的部分 那大家可能一般在讲美食 实际都会注重在采访厨师 还有写这些食材上面 但是我比较喜欢是以自己的心情 然后参杂一些自己以前的记忆去写 以前的记忆 对 以前比如说我今天吃到一道 可能刚提到的龙虾 那我就会回想说 那我以前我没有吃过什么 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龙虾 或是有故事的龙虾 然后我就会把它写进来 有什么龙虾 有故事的龙虾 活跳跳的龙虾 这只龙虾叫小明 他以前住我家隔壁 后来就搬走了 后来失恋了 失恋的龙虾 对 所以就是比较感性方面的 对 因为我要 就是一种像写文学一样这样子来 是 但也不能说文笔很好 因为其实就是还是要多琢磨啦 就是 很菜 在姚大哥面前大家都很菜 真的吗 对啊 怎么会这样说呢 嗯 这是真心话 真心话吗 你发誓 我发誓 你要是说谎的话会怎么样 我说谎就是减掉20公分身高 已经够矮了 哎呦 那糟糕了 那以后就叫你 这是独式了吧 哈比羊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是啊 所以我在秩序的时候有点先发智人 我有一些说我不懂吃 嗯 然后相较于身边这些美食界的前辈 跟时事很渊博的朋友 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懂饮食 嗯 那其实在写这些的时候 就当然就是想到 跑记者会的这些前辈包含您 你跑记者会 我不跑记者会啊 对 您不跑 但是偶尔还是会遇到 但是给他们面子 好不好 哈哈 真的 哈哈 我跑什么记者会 我最讨厌跑 是 餐饮的记者会如果去去的话就不好 你不喜欢大早 不是不是 对 那个就很刻意嘛 是的 对 所以您自己采访 嗯 对啊 嗯 是的 那你做了这本书里面 做了几个餐厅的介绍 我做了35家 那其中10家是国外 25家是台湾北中南 嗯 对那 那你是怎么去挑选 因为你做了这么 哎你们真的这些年轻人很那个 啊 很哪个 我干了28年了 是 我到现在还没出过一本介绍餐厅的书 嗯 对 瑶大哥的人生五味是 那个不是餐厅的书 嗯 是讲师傅的记 对 嗯 然后我的 我的笔记已经堆了一整个房间了 是 但我到现在还没出一本 是 介绍餐厅的书 嗯 真的我才太怠惰了 所以我才觉得自己很汗眼 我是太怠惰了 你应该要著作等生啊 等什么生啊 好 讲回来 你这书怎么挑的 35家怎么挑的 我觉得啊 因为大家一开始会觉得怎么好像没有什么系统 他没有分门别类 嗯 但因为你知道个人的饮食 我就是一个很杂实的人 我也吃义菜 我吃各国的料理 我吃台菜 我吃 这本来就是这样 哪一个人是有说我只一辈子只吃台菜的 是 所以我其实没有去分分门别类 我就是连市场的那种小摊子 然后烧夜 都综合在一起 对 我都综合在一起 那 那其实里面 挑的原因就是 我吃下去当下我觉得很温暖 然后我觉得心情有被疗愈到的餐厅 真的假的啊 对 像说真的没有矫情的意思 你几岁 我不礼貌的请问一下女士 我方林三十 那还年轻了 就是还要疗愈啊 吃饭还要疗愈 吃饭 我到现在为止 吃饭的动机只有一个 原因只有一个 什么 我饿了 这不是 你们 很直接 就你们那种新世代人类 吃个饭还要 还要好多 好多字来包装 真的 我们就是那种 还要疗愈 要不然还要什么 文艺青年 对 还要 还要勾引味 什么 哎呦 好 那这三十五家都有疗愈到 太删情了 都有疗愈到你的 比如说头皮痫啊 下长脚 这有 有治好吗 有治好我的心音方面的疾病 有吗 生理上我就不知道 我想说疗愈 生理上可能要有医生不探定 现在就是语不惊人 死不休的年代嘛 就是你得要找个角度 找个题目 是 然后让人家觉得 作为你的动机出发 吸睛 眼球行销 是 好吧 所以 哪一家最疗愈 你先说吧 我们就来聊吧 讲到眼球行销 这个我一定要讲一下 太古盘管农主 咬大根 你慢慢讲 你慢慢 你讲起来怎么像讲泰国话 太古盘管农主 什么东西说 泰国人附身 太古盘管农主 我不知道在哪里 这个是在内湖的金湖路上的一个店家 是个关农主 是 专卖店 他专卖关农主 一些烤物 嗯 对 那所谓眼球的部分 那不是聚酒屋啊 他是 是吗 他是 对 但是 主要还是因为老板娘非常的亮眼 第几页 第十七页 十七页 对就是我介绍的第一家店 哦 来 那因为他 他治了你什么病 他本身其实以前也是在媒体界 他是冒险王的导演 哦 那他会 那个不叫媒体啦 哦 叫电视圈 叫影剧圈 是 哦 对 那 然后呢 那他自己就是其实觉得那样的生活太紧凑了 然后工时也长 他决定就是自己出来开一家店 那这家店他也不想要随便挑 他就选他自己一直很喜欢 他每次去日本都会做功课 嗯 就是吃片很多家关农主 嗯 然后他就决定自己来着手开一家店 嗯 那我觉得他好是 他的汤头很干净 没有加一些奇怪的东西 嗯 那包含他的笑容 我觉得那是最温暖的部分 无论你今天你什么时候去看到他 他在忙 他还是会转头 就是给你的 他一个人啊 他这个店就一个人在厨房 嗯 没有 还有其他员工 但他都会在 他这个导演是个女生 对不对 是 是个女生 对 然后长得很像 长得很像林志玲 声音也很像哦 声音非常的温柔 那你被疗愈到什么 那应该是男生被疗愈吗 我性上看有点奇怪 不是 我觉得他是老幼通吃 然后男女 真的吗 在内湖哪里啊 在金葫芦 比较靠近那个 是湖州捷运站吗 比较里面一点的 对 我请问你 那他这个天赋 不是 关东煮啊 嗯 他是他自己做的 还是进口来 还是去菜场买的 然后 嗯 他从食材开始 全部都是自己准备 然后自己包料 自己做的 关东煮他自己做 对对 所有的 那些鱼板他自己做 他自己打姜 真的假的啊 对所以我觉得 他不是很随便的 那么厉害啊 那么用心 那么用心啊 那你要介绍我去采访一下 对 真的假的啊 一定一定一定 真的吗 我觉得晚上我们去 喝个小酒啊 吃点东西聊一聊会很不错 因为他的环境其实很隐蔽 贵不贵 很便宜 一个人有时候吃一吃含酒 大概吃到四五百块而已 所以算算很划算的 你们你们家境有我 不是我说含酒 是可能我酒量比较 喜好大自然之类的 对不对 逮专心勾一郎 家境有我 喜好大自然 这就是你的写照 对不对 我是这样子 逮专心勾一郎 家境大自然 喜好有我 这一句话是 不是不是不是 我是家境很贫苦嘛 你说四五百块很便宜 明明就付不起啊 如果你要吃 不要含酒的话 你其实两百块 其实就 两百块可以吃到什么 两百块可以吃到什么 可以吃到菜卷啦 然后 他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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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个容易啦 我只是好奇 像天附罗里面有很多的那种 鱼浆 鱼浆 虾浆做的 还要过油炸过 然后再去煮嘛 很麻烦 那种叫Oden 他怎么做啊 这个是好问题 是他自己做 因为我一开始 他自己做 对 所以 那真的厉害了 我就觉得 其实他卖的东西品相这么多 他还要每一项这样自己去腌 他包含那个 酸梅 番茄也是自己腌的 那个容易 也是啦 那你下次想吃的话 我这 我去买一罐给你 我还想说姚大哥要亲手就给我 那很简单 不是不是 那个要做 其实其实很多人 现在到处都是嘛 那个就是酸梅乌梅啊 然后去浸泡 腌制一下 但是我给他 比例也不好抓吧 其实不是不是 比例你就是可以试嘛 重点来了 重点是我跟各位听众朋友 报告一下 你要吃好吃的 这样腌制的这样酸梅 那个番茄 你拿个小番茄啊 在上面十字画刀 要把里面的囊啊 瓢啊 挤掉 再去腌 不要带着里面那一颗一颗小纸啊 那个去腌 很多人就这样弄啊 那个其实不好吃 那个那个 就是 对 然后 酸酸烂烂 然后你是腌之前啊 找一个三角的漏斗 弄倒锥 会漏水 那抓点盐啊 抓点盐啊 柠檬汁啊 蜂蜜啊 去搓揉一下 然后再去盐 好 报告完毕 这个味道会更好 好专业哦 当然 这个动作是要脱水还是增味 我们欲弱则弱 没有 来来来来 这个200块可以吃到什么 200块可以吃到牛棒天赋 菜卷 然后还有鱼子福袋 鱼子福袋 是的 哎呦 那种东西我就觉得 好吧 再来 福袋里面装的是什么 装的是什么吗 就是鱼子吗 鱼子吗 福袋里面捐 它是豆皮福袋 然后里面加了鱼子 对 我以为福袋里面 可以抽 可以红包 抽奖之类的 还有汽车 对 好 这个这个餐厅不错 再讲一次名字 太古判官东主 为什么 叫太古判啊 为什么 它想要一个比较日系的名字 但这可能还要再问问 好难念哦 对 有点饶舌哦 所以它开到晚上很晚 蛮晚 它开到我看一下 它开到11点半其实 但是你如果11点进去 它也不会感人啦 就是让你慢慢吃到你结束为之 好 你觉得很不错 你觉得很不错 它就有点小居酒屋 主公 主公关东主 是的 以及这个日式的串烧 对 哦 好不好 就是这个一个店 安排一下 它在金葫芦377号 是的 好好好 再来 还有什么 嗯 再来呢 我想要讲一间小屏雅厨 那在在小屏雅厨 这个是在中原街 就是在行天宫附近 哦 那 为什么你很想讲它 对 因为我觉得我很想念我奶奶熬的粥 那我第一次来到这边吃 我就觉得 你是哪里人 我是台南人 第几页啊 你那个什么人 五十九 你们怎么编 你知道大家都会顺着看过去 就不会看叶数 你真的要原谅我 因为我是个粗人 我是少数在这个广播节目里面 很粗鄙的 对对对 就是时尚会在那边murmur 自己自 一方面也老 一方面又粗鄙 五十九页 是的 而且这个图片拍的真好 完全看不清楚 姚大哥讲了一个重点 这一家也是我自己去拍的 我告诉你为什么 你知道 因为分享一下 因为数位相机啊 对粥啊 会对钩支挂欠的东西啊 不太容易锁住胶 非常的 所以怎么办 教教我 老头子教教你 你拿个卫生纸把它拍一拍 把那些上面的那个壶啊 把它 把它吸掉 有这招 对对对 所以它会比较 比较 clear 比较 因为 不会灰蒙蒙的感觉 不是就是会糊 糊掉了 尤其像你们如果没有用很好的相机的时候 数位相机通常对这种 抓焦 抓不经 是 好不好 好来 学到一招了 小平雅厨 开在中原节 怎么样 这一家 那它的粥啊 其实一般大家青州小菜吃到的粥可能觉得也不过就是个白粥 可是它的粥其实你光吃就会觉得很香 有那个很纯粹的米香味 那它是广东人还是台湾人 因为广州人熬粥 广东啦 广东人熬粥 我还跪零了 其实就是会把粥熬到那个米粒都全糊掉 那台湾其实我们在吃我们还是希望保有那个饱满的米粒嘛 那我们会它这个店家它是用池上米用生米去熬 那熬到它表面不会很多汤汤水水的米 盛起来就是表面张力很漂亮的粥 表面张力 对 粥还有表面张力 不是你的 这是功夫来的 表面张力是每颗米粒的表面张力 还是那一碗 那一碗盛起来就是你会觉得 凸凸的 就是有一点浮度 对它不会很稀也不会太稠 真的假的 是 一碗粥它会像鼓鼓的 嗯 好像拜拜咧 上面要擦 没缸没缸 真的吗 不一样 对 哎呦 是 它的粥好吃 青粥是吧 青粥 那当然去那边不可能只点青粥吗 那我一定会点番茄炒蛋 还有卤豆腐 那摇大姐 它是一个像 像宵夜街一样的那种店 像无名纸 我觉得我里面就有特别写到 就番茄炒蛋 炒蛋跟 跟卤豆腐 我觉得它的 类型可能类似 可是它的氛围跟它卖的东西其实不一样 因为刚讲到青州小菜那边 无名子 复兴南路那边的青州小菜都有点过油了 然后它的菜色很丰盛 然后过于丰盛 对过于丰盛 你就不知道该怎么点才好 那这边的东西有一点就是很家常 就是像你妈妈自己煮的菜 它也不会过油 也不会过咸 然后 也不多 对菜色也是 你很难伺候 有一点 就人家开个店 准备了180箱菜摆在那 然后你说 哎呀 搞那么多 不知道怎么点 烦死人了 真的烦 你很难 我这人真难搞 难剔头 少 少又不行 多也不可能 对 又嫌人家多 这是搞什么 真的 所以这家刚刚好中我的胃口 就是我每次去都大概点那几样 那 人就是这样 对 固定 就你有没有想过 你今天喜欢一家餐厅 你经常去 点来点去就是那样的 是 对 就像我每次在我家楼下吃那个侯门小馆 我每次点来点去 什么 你都点什么 你知道侯门小馆 知道 真的知道 对啊 知道 豆干肉是一定要嘛 无敌嘛 然后我一定会点辣子鸡丁嘛 因为它弄得很嫩 对 对啊 侯门豆腐啊 对啊 是不是 好的 那你去这家是不是也都一样 番茄炒蛋 番茄炒蛋 卤豆腐 卤豆腐 碧碟 还有呢 布拉鱼馅菜 你布拉鱼点几尾啊 哈哈哈哈 我我大概请他数个二十尾这样子 不多不少 好布拉 对 哦 要去头去尾的 也不用 布拉鱼还去头去尾 对对对 要去骨 是 呃 好 还有呢 笑坏我 对 大概都是这几样 因为我其实都一两个人吃 他感动你的地方在哪里吗 我觉得感动我就是太简单 但是简单的好好吃哦 因为番茄炒蛋是一个很难处理的菜色 真的吗 对我觉得哎 导大哥自己做饭嘛 不是这个做饭你知道像我们这种要要要要千金重担 压尖头的人啊 这个饭这件事情就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啦 哈哈哈哈 但是你要讲做菜的逻辑啊 可以跟你分享来 你说这番茄炒蛋难在哪里 我我觉得我市面上大家可以吃到很多番茄炒蛋 是那个蛋已经太干硬了 然后那个番茄又湿透很像蛋花汤 那怎么怎么会硬又 哦 番茄湿透 番茄糊烂 然后蛋又太硬 就两边凑不起来 你就觉得是一盘蛋花汤 那这边吃起来那个蛋是很滑溜 然后番茄也是软硬适中 也没有其他你吃完整盘菜是很干净不会汤汤水水的 那我就觉得那是他功夫所在的 哦 是 那功夫这个我就跟听众朋友分享 嗯 炒蛋要炒的软嫩滑溜 鱼滑嗯 最重要的要诀是什么 是什么 就是你那个锅啊 要先预热里面的油 嗯 然后呢 下去就很快 哦 哎 你不能温温的就下去 在那边炒啊弄 没有 就是油得烧到热 嗯 烧到个鱼眼泡 鱼眼泡 哎 煮菜是这样 烧油啊 有鱼眼泡 然后最大的叫相眼泡 就是那个油 那个泡就太大了 鱼眼泡就小小的 嗯 下去啪啪 三长下去起来 哦 还有一个关键 什么 番茄啊 嗯 番茄 台湾的番茄品种太多了 大家可能觉得 那个牛番茄好看 嗯 牛番茄是所有番茄里面 最不好吃的 我个人认为 嗯 为什么 它只是好看 没味道 嗯 西餐拿来啊 切了片 它比较 因为形 形很一致 但是你最好去找土番茄 它里面酸啊 甜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 跟我刚刚在教各位一样 囊皮去掉 嗯 哦 先去掉 就不会湿掉 然后那个囊皮里面的籽啊 会苦嘛 嗯 也是弄掉 去掉 哦 这样炒就 是吧 哦 所以同一个原则可以应用到很多菜 有没有学到了 有啊 我回去就要试试 对对对对 因为我通常一定不会去掉那些籽 我觉得那个是 就是有香味的 没有 但后来发现 诶 不对 不对 对对对 他会试 然后会那个 对对对对 是是是 好不好 学到了 有有 有学到 有有 有学到 好 年轻人可以学 对 非常 非常好学 好 这家是有一种 平淡 天 纯真的感觉 对不对 嗯 疗愈了你的心灵 非常传统 让你想到了你的奶奶 对 还有我妈妈 因为就有一个阿姨都会在餐台前面帮大家乘菜 那我就觉得好像回到家吃饭一样 他也是像自助餐那样子的 对 那但是他的空间不大 然后 而且其实他们家人 就是店家的家人也都会在同桌附近吃饭 你就会听着他们讲话 你就觉得好像在家里 跟家人吃饭一样很亲切 嗯 嗯 好 再来 为什么你要叫深夜食堂 我们进去段光 待会儿回来 不是不是深夜食堂 就你的书名里面要叫深夜的 嗯 思长 时光 时光 我觉得 好那个哦 待会儿回来 好那个哦 来 我们继续跟 除了新书啊 深夜的思长时光的作者杨子慧啊 是时报出版出的 聊他书里面介绍的这些 35家这个餐厅 他不一定是这种很大型的餐厅 也不一定是昂贵的餐厅啊 是他自己吃了以后啊 嗯 很有feel的 他自称是有疗愈效果的这些餐厅 所以里面可能会有这种 这种小馆子 有这种卖粥卖小菜的 还有卖这个关东煮的 卖串烧的等等 类型很多 那么这个是一个个人 我常常讲啊 美食这个事情啊 好不好吃 本来就是主观的 那么你追随一个美食作家 他也是一个主观的 为什么 这是一个认同的问题嘛 我喜欢的味道比较重 我比较喜欢那种繁复做工 那可能就有一群同好跟我一样 然后他就会追随 有的人就觉得 哎呀那个很很很假白 他们不喜欢 他们喜欢的是自然的纯真的 那那种作者 他们就有一群人 有的人专门锁定小吃 有的人专门锁定米其林星级的 这本来就是人各有所好嘛 那么 子惠自己出的这本书里面呢 他就是把自己有心情啊 自己有感的 35家餐厅拿出来分享 我觉得里面有一些就 不是我们常常在媒体里面 会出现的这些餐厅啊 我觉得 听众朋友也许可以从这个书里面 去找到一些这个方向啊 也可以试着跟着他的脚步啊 去品尝这些独特的这些餐馆 好了我刚刚上个阶段请教您说 为什么叫深夜的私藏时光 我本来以为这是一本全部介绍 深夜食堂的这个书 结果不是嘛 嗯 为什么 嗯因为我觉得深夜其实是一个很深深层的时刻 很私密的时光 真的吗 深夜一定很私密啊 因为我自己一个人住嘛 所以很私密你知道 就是那个情绪是没有人可以分享的 嗯那当你在这个这么 私密的时刻想到想要吃的东西一定是很个人很主观的 因为你不是为了要应酬你也不是要陪朋友吃饭 你的深夜很寂寞 是这个意思我知道 但很多人的深夜不寂寞啊 很多人的深夜是一堆人在那边 又喝酒又派对的 对不对 天天耶 所以就是很两极的 对 对 那我个人就是比较孤僻一点 真的吗 朋友少一些 真的吗 是的 怎么可能 真的吗 我其实私底下是很文静的呢 咬那个都少了 真的吗 是 所以我比较喜欢 尊重来宾 我比较喜欢一些比较传统 然后比较宁静的场域 例如 对 像是我 一口井之类的 一口井是 在里面啊 你说你喜欢那种安静宁静 没有人的场域 你到了晚上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呢 这个杨子慧就会找到一颗古井 找一个绳梯 她就往下 然后感受那种 纵身一跳 不是纵身一跳 找一个绳梯嘛 她就往里面 就慢慢地往下爬 探索 在爬的过程里面 她的脑海里面 不断地浮现了这个 人生上半场的各种场景 对 怎么觉得比较像深夜的鬼故事 到了每天凌晨五点 她就在顺着这个绳子 再爬出来 摊个头 哎 对 你不是喜欢很宁静吗 怎么觉得有点发毛啊 有没有 这个画面有点可怕 像开堂手杰克的 躲起来的地方 这场景太可怕了 嗯 你喜欢宁静啊 我晚上的时间 因为可能白天 像我们工作都常需要 很很常讲话 或是一直在写稿 那情绪是很杂乱的 真的啊 你一直在写稿 我很乖啊 乖巧 你一个礼拜或一天就要多少字 我们是算一个月 一月大概二三十页 二三十页多少字 二三十乘以六百的话 这个就要靠您心算了 就一万多字 差不多 跟您比起来当然是很少 一万两千字 是 辛苦你了 对那 我有时候一天就写一万字 是 吃死要死了 我刚才夺门了 初太惭愧 对那 那其实因为要钻 就是要去修那些辞早啊 其实有点 真的 那晚上如果可以静心 不要去想一些事情 然后播个音乐的时候 你会写稿一边听音乐 一边写 很重要 真的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写文青的字句 例如 没有那么精确的 例如什么文青的字句 文青的字句 那其实像我的字序里面 这只鸡 好寂寞 对就像 我就想说 之类的 对就是说 这只鸡就是可能 比较像林黛玉 而不是像 薛宝钗 你的文章是这样写的 对我里面有写到这样 那可能理解的人 就会觉得 我可以理解味道 你们是这样写 写美食 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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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因为这是很主观的 像 像姚大哥讲说 我觉得您之前有提到 就是 情感是 成就美味 最重要的调味料 那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子 你好认真哦 我真的很认真 我都有看你的书 真的假的 拜读 对 那我觉得 绝版了 对 还好先买 那其实厨师他们是用情感跟回忆入菜 那我们吃的人其实也是用情感回忆左餐 那我觉得我在吃这些的时候 很多时候是 讲跟食物对话会不会太矫情 也不会啦 就是因为我常常一个人吃饭 那 你是属于王阳明那个学派 就是格物置之 就跟 跟眼前的菜对话 很开 很超脱 就现在有麻婆豆腐来了 您好吗 您好吗 最近可好 对不对 真的吗 你怎么跟食物对话 我吃的时候我就会设想说 那他是 店家是用什么心情在做这道料理 你是讲真的假的 我认真的 你会去想 主厨或是店家做这道菜用什么心情 因为你其实有时候真的可以吃出那个人的情绪 因为他可能 对 因为他水准有时候真的不一致 你就会想说 今天主厨可能心情比较浮躁一点 然后眼抓的重一点 这些细节我觉得就是 我跟食物对话的过程 好认真哦 你好认真 你会去想 师父 因为我太闲 真的吗 师父用什么心情在做这个菜 我告诉你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赚钱而做这样 不然呢 为了生计嘛 是啦 前提是 但是后来生计稳固之后 当然还会想要更进一层嘛 就觉得你们的境界好高 这种文人就是这样 对不对 早情的人 不是不是不是 文人 是是是 跟我不一样 我是粗人 不不不 我粗人 不不 你还没回答我 为什么叫深夜啊 就是那个就深夜是一个人可以思考 可以去反厨 可以去把这个精准的字文字呢 呃呃用的比较精准的时候 你白天不可能嘛 白天你要忙工作啊什么 可是那个不 可是你这个书的标题会让人家以为 他就是一个介绍深夜食堂 结果不是嘛 其实里面还是大多是以你晚上八点之后还吃得到的餐厅为主 但里面还有一些可能是早餐才有的东西 晚上八点多数都有 你要说晚上九点半以后还有的就很少了 这个难了 对不对 那我要介绍的是晚上六点以后都还吃得到的餐厅 这个就真的更牵扛 这叫做语不惊人吗 我今天要跟各位介绍很难得的晚上六点以后啊都还吃得到的餐厅 各位非买不可啊 好难得 是啊 那其实编辑当初也有他们的考量觉得其实深夜是一个很吸睛的词语 那这些其实都是我的深夜序语 我在深夜可能喝了几杯酒之后啊 你还一个人 你这么一个人还喝酒 当然咯 不要不要不要真的真的不要 听众朋友是不好 很容易出事 对 喝酒不要开车啊 喝酒不要喝多 最重要的是不要一个女生啊 不要真的真的不要 在家在家在家 就你要喝你就跟把妈妈喝 是是是 不要在路上乱喝 我父母有叮咛这件事情 对对对 喝酒 我都是在家里写稿喝的 你小哥有那个捡尸这种事情很危险的 不行不行 孩子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 对啊那你为什么要喝酒 我在家喝嘛 酒有什么好的我问你 我觉得酒 酒哪一点好 酒啊 你为什么要喝 我里面也有写到这个 没有朋友你还喝 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喝 因为没有朋友才要喝闷酒啊 是不是 对 那不是酒是不是好东西 就不是好东西嘛 我真的不喝酒啊 我真的不喝酒 因为我老了 这我不骗你了 我没有 我现在这十年来 我很少应酬 没有应酬 几乎没有了 几乎没有了 因为喝了骨头酸痛啊 身体的问题 对对对 不是身体的问题 心里也有问题 对对 但愿大海化作酒 一口浪来一口酒 哇 是不是这样 好事好事 就是你们的写照 你们那个年纪 我不是啊 我不爱 但是女生一个人 不要乱 是的 您教训你 但我觉得你可能也是 你可能也是一种 那种历史的心情啊 也不是 因为你觉得酒是坏东西 所以你要亲自把它给消灭完 这个胸襟就太伟大了 我并没有 我们就是贪图个人的 你知道小确信 喝了酒有小确信的感觉 对啊 其实 你都喝什么酒 喝酒 我都喝葡萄酒居多 对 那大家说 喝酒不是真的想要喝酒 而是享受那个 微茫茫然的感觉 真的吗 你会哦 我会啊 我不是耶 肚头酸痛啊 头有痛啊 第二天 好可惜 第二天会务事 起不来啊 很累啊 对啊 这很危险 对啊 麻烦 我还好 我蛮自律的 对 喝得很收敛 这就是你那个深夜的feel 是的 然后再加上这个编辑 要下一个这个有feel的标题 所以书就叫做深夜的私场 是的 嗯 好 我们再清一段广告 待会儿再继续介绍几家 你觉得啊 就你的好朋友从 或者你的家人亲友 从台南上来的时候 嗯 你你绝对会带他去吃的 他不一定要贵 嗯 但是他可以在那里好好聊一聊 然后吃到台南没有的 哪些餐厅 嗯 来继续跟子惠啊 杨子惠啊 他出了新书深夜的私场时光啊 聊这个上个阶段我们就漫谈了 这个这个聊天 我们还是回到书里面介绍的餐厅 来就是我说啊 如果今天南部有朋友上来台北玩 你会带他去哪些餐厅 是 一定会优先想到的是什么 优先想到的 其实因为台南小吃跟美食已经太多 那我里面 对 就不敢再带他去吃小吃了 完全不太敢 对 因为我在台北想要找的也是台南的滋味 所以里面其实写了一些台南味的卤肉饭啦 然后黑美林的鹅肉啦 哦 鹅肉现在好贵哦 对 而且很难买 买不太到 对 而且还有偷金减两 这我就不知道 真的真的 因为鹅肉现在好贵 嗯 那所以其实我会带他们去吃的反而是比较稀释的 哦真的吗 对 来介绍 哪一家 像是这一家Bottega da Ving 就是一个意大利北义方面的菜 那你有个Ving那也就是有酒了 对 对不对 key word 有酒 但是我去这边还好 还好就是酒喝的不多 嗯 那那他的北义的菜其实他做的非常的干净 他没有那种很繁复的盘式啦什么 他一道面疙瘩上来就是胖 嗯 很重的一份 嗯 那你两三个人吃其实都很够了 那就让你觉得好像是那种 你知道意大利老奶奶 就是很怕自己的孩子吃不饱 所以分量都做的很足 然后调味也很简单 真正的好吃的意大利菜其实不讲究摆盘了 对是 就很随性 对然后食材食材弄得好干净就就很重要 对那我最喜欢点他们的羊排 哦 为什么 嗯 因为其实 完全没有你们女生害怕的味 完全没有耶 他是用哪个部位 这个真的是好问题 我没有问 对那他其实切开的时候 你还可以看到就是肉汁是粉红色的 然后肉汁都还留着 哎呀 可是完全没有新杉味 是哦 对所以我非常喜欢点这一道 然后他的面角也是做的相当好 也推荐大家去点 嗯 可是大家都说他的重头戏是他的提拉米苏 哦 怎么说 那我我当时就想说提拉米苏嘛 这么多家在做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嗯 结果一吃发现 哎 就是讲不出来 就是特别好 就是特别的 到底你吃了你就觉得很用心 不是那种随便叠几个手指饼干弄一弄 然后一坨糊在那边 这个我是很记者的那个又来人 嗯 对开始追问 对 开始追问 是 哪一家做的不用心 哈哈哈哈 想要献我于不意 这个这个这个我们私下来 对对对 对那这一家的你 其实提拉米苏就是这样子 但是你一吃你就发现 他的麦克风弄得特别好 然后他也没有去让你吃到那口感太糊烂的 嗯 部分 嗯 对那我有特别问他说 其实对他来讲这是很简单的东西 他从小吃到他 然后他奶奶也是开餐馆的 所以他从小就在 对 他是意大利人还是台湾人 他是意大利人 主厨是意大利人 然后他的外婆还在意大利那边开餐馆 所以他们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 他一个人来台湾开餐馆 他一个人来台湾 然后接着他再带他的儿子过来 他儿子就是看到爸爸餐馆 多大的人啊 五六十了 九九应该五六十了 然后儿子大概三十左右 他也叫九九啊 嗯 跟那个那家是 Osteria 对 一样的 我觉得好吃的餐厅主厨可能都要叫九十 是吗 对 蛮好吃的 没有我说九九阿玛尼 他听到落雷 对 那其实他像一般来讲 你去意大利餐厅很少会点那种拼盘式的东西 那他就有提供 所以是蛮好的 没有啦 下九三 Osteria也是都是一上来就是平盘啊 那可能是因为我都不会点他们的平盘 真的吗 是 但他们家的我一定会点 哦 因为我喜欢吃他的那个鲑鱼酱 哦 后来签到这边位置比较大 嗯 我没有地理概念 真的假的 为什么 我方向感很差 啊 所以我出门都会迷路 所以就跟各位听众朋友讲 是中校动物四段 是你跟着 跟着什么人去啊 这个 这个是跟着一个女生的朋友 嗯 那时候是一个西班牙葡萄酒的餐会 哦 那那他其实对饮食也蛮讲究的 那那时候就想说来约出来见面 然后他就选了几家餐厅让我跳 我就想说好 我想要吃益菜 那我们就跳了这一间 就一吃 可能当下我们聊天的情绪也是很好的 然后环境也是很很自在很温馨的 我就觉得这家特别的好吃 那后来又去吃 也也的确都不错 水准都没有变 嗯 对 那他们家好处也是在于 他的餐点品质很稳 哦 嗯 好 是的 里面还介绍了手工精量啤酒餐厅 嗯 而且是一个泰国 泰国馆 嗯 对啊 这个这个也是 这台南也也不会有 所以对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嗯 他很有趣 这个他自己酿 对他们自己有酿酒厂 然后他只供应自己酿的啤酒 那他的泰菜其实也没有这么传统 他还是有一点fusion的变化 比如说他的虾饼就不是很规矩的切片 这样子 还是切成条状去炸 所以你可以一边配酒 很像薯条这样子吃 蛮有feel的 对 然后他的猪锦肉也是烤的非常的外面很焦香 那里面也是多汁的 你讲到这个他就不是泰菜了 这个猪锦肉都是在台湾发明的 对对 那其实就是改良过 那其实这种东西你就是跟朋友喝啤酒 然后点几个海鲜小菜 就其实很过瘾了 他的啤酒自己家酿的 对自己酿 然后他大部分都是提供六种固定六种 你里面有没有介绍面馆子啊 面馆有啊 我写了一家穿号子 对 这在哪里啊 这个真的是非常小的小店 其实就在内湖 这个我看的很有feel 真的啊 我看那个红油啊 红油汪汪的 看起来很过瘾 很辣是不是 他其实完全麻而不辣 麻而不辣 对他有一道鬼饺 就是你吃完你可能当下嘴巴是刺激的 可是你的胃不会不舒服 鬼饺 很辣的饺子 对 但是我是觉得还好 可能因为我本身也比较会吃辣 老板是干什么的 老板他们是 他是 爆破队的 把你辣死 因为他老板是四川人 然后老板娘是吉林人 所以其实是两个不同派系的菜 但是在这边你可以吃到酸菜饺子 那他们是新移民是吧 不是 是新移民啊 对 是哦 是这几年才来台湾 太太是 然后他的老板是比较早之前 就父亲那一带就来了 不就跟你爸一样 跟我爸一样 是啦 但是太太是新移民 对 然后他位置在江南街 江南街在哪里啊 是在瑞光路那边 内湖瑞光路转进去 就以前熊师旅游附近 哎呦那很寂寞了 哦 因为我以前公司在那边 所以就是很寂寞的走回家路上 看到这一家店 以前你们那个熊师旅游 那个整栋楼子漂亮得不得了 但附近要吃饭要走一点路 要走出去 他现在附近啊 对附近 大概走个七分钟吧 那这家店很好吃是 穿好 我很喜欢 对 因为就是很暖心啊 那个很辣好不好 尤其是你讲麻尔不辣 麻尔不辣你就大 就变成香肠嘴了 吃完的确会香肠嘴 可是不会刺激到你很呛啦 你无法入口 第二天肚子会咕噜咕噜的 不会不会 真的假的 真的 我保证 现在会敢跟大家保证的 这个人叫杨子慧 沐洋洋 我要不要说一下我身份证字 好 子儿子的子慧呢 这个聪慧的慧 他出了一本新的书 深夜的思常时光 他保证大家吃了那个穿耗子 肚子不会痛 但他也保证一定会香肠嘴 没有的就要来找我 如果你要约会就不要到那里吃了 是 而且他口味很重 他其实都会加很多的蒜末 所以约会千万不吃 牛肉面啊 它的鬼角 在馅里面加蒜末 在汤底里面 汤里面加蒜 是 汤是白汤还是红汤 红汤 非常红的红汤 然后还会浮着花椒 所以你有时候一摇开 还会有爆破感 这家你一定要介绍我去 真的 你帮我打个招 我去跟他好 没问题 我好聊聊 看看他到底是谁 卖什么东西 谁需要被疗愈 好了听众们 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那么时报出版 最近出了一本新书 深夜的思常时光 作者就是刚刚 在我们节目里面 跟着我这样 哈拉来哈拉去的 当然他写的 他是朝这个文学的角度 把自己的这种 感觉要带进去 那我是个人是觉得 就是说你如果要找一些 因为这里面有些山庭 连我都不知道 那我觉得我都想去 所以听众朋友 如果是一个喜欢 发掘特殊美食的朋友 你可以去找这本书 然后跟着紫慧的这个脚步 去一起探索 看看他讲的是不是真的 我们今天谢谢紫慧 到我们先上了 谢谢啊 拜拜 谢谢 嗯